这个八岁小男孩智商高达200 对于数字过目不忘 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少年 妈妈为了出名 带他上电视参加比赛 只要杀进总决赛 拿下第一名 不仅能获得高额奖金 还能让男孩拥有 去往美国发展的机会 但男孩不想去 只想留在妈妈身边 等到决赛开始 本应对答如流的神童 却故意答错所有问题 这一下观众纷纷骂街 这一家子都是骗子 媒体也蜂拥而上 妈妈挨子如命 立马把男孩挡在身后 男孩受不了媒体的逼问 直接扭头跑人 妈妈想着追上去 然而强烈的闪光灯 让他有些看不清路 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妈妈去世后 男孩变得神经质 因此还上了精神病院 她始终记得妈妈的教导 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卫生 做任何事也要提前做好计划 因此男孩变人送外号计划男 转眼之间计划男成了大叔 每天的生活作息 计划的有条不稳 手表24小时不离身 6点一到准时起床 运好被子 再喷上消毒水 完美 洗完澡必须把浴室吹得干净 就连肥皂也要吹上 每天穿的衣服都按照颜色排列 一切就绪后 必须等到8点半 才能准时出门 就连什么时候绿灯 她也记得一清二楚 等到12点午餐时间 就要去便利店 见见自己的暗恋女神 女神和计划男一样 也是个洁癖 加强迫症任何东西都必须排列整齐 每时每刻都要给室内消毒 这样的人对于计划男来说 简直是天生一对 终于计划男鼓起勇气 约女神见面 想要告白 但万万没想到 女神十分讨厌强迫症 因为强迫症 女神每次洗手 洗到手脱皮了 才肯停下 女神越说越激动 把桌上东西全都打翻了 结果一冷静下来 强迫症就发作了 计划男在一旁看着 也忍不下去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便立马上手整理 随后女神表示 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 还让计划男也尝试一下 去治疗试试 等病情好转后再聊 而这一切都被女神的妹妹 漂亮妹看在眼里 漂亮妹叫住计划男 让她跟自己组建乐队 去参加唱歌比赛 毕竟刚失恋的人 唱歌应该很有感情 计划男听完 觉得他才是神经病 理都不理就走人了 回家后 计划男想起女神的劝说 为了女神 他也去参加了心理治疗 病人们围坐在一起 讲着各自的怪癖 医生为了鼓励大家 让他们抱抱彼此 一旁的病人 一把抱住了计划男 这下完了 汗水要带着病毒 入侵外套了 计划男手脚蜷缩 直奔洗衣店 让老板赶紧洗干净衣服 还要来个全方位 360度消毒 这才感到放心 这洁癖真的是要人命 之后计划男再次找到女神 表示自己也在接受治疗 很快就能改变自己 旁边的漂亮妹却说 只有玩乐队 才能算真的改变 计划男看女神就在一边 只好硬着头皮 答应了漂亮妹 还让对方帮自己改掉 洁癖和强迫症 漂亮妹认为 要想不当计划男 必须从不看时间做起 直接拿掉她的手表 这下糟了 计划男没了闹钟 晚上直接失眠 圆周率数到了小数点后 几百位依然精神的不行 第二天一睁眼 完了上班迟到了 计划男赶到公司 本以为老板要骂他 结果 紧接着漂亮妹让他抱一只野猫 这对于有严重洁癖的计划男来说 简直要了老命 这野猫身上该有多少细菌 他怕得要死 最恐怖的是 野猫居然还尿尿 把他衣服都弄湿了 计划男可以说是五雷红顶 瞬间晕倒在地 漂亮妹赶紧叫来救护车 没想到计划男在途中惊醒 喊着自己必须要去消毒 急救人员也没办法 只好半路停车送他去洗衣店 有洁癖真的是要命啊 既然要玩乐队 那就要有哪首绝活 计划男表示自己玩过钢琴 漂亮妹便带着他来到自己家 计划男看到钢琴上全是灰尘 擦干净消耗毒 做才敢上手弹 却没想到他钢琴弹得这么好 一瞬间动听的曲词 把漂亮妹都给听哭了 抱着计划男激动欢呼 这神经质居然还是个音乐天才 然而计划男一给抱 身上又是满满的细菌 呼吸都要呼不过来了 立马撇下漂亮妹冲去洗衣店 老板赶紧给我消毒 全身干净后 漂亮妹约计划男出去吃夜宵 几杯酒下毒后 漂亮妹说起自己的故事 她之所以要去参赛 其实是要报复前男友 因为前男友正好就是比赛评委 漂亮妹特地写了首歌 等到时候上台递死他 很快两人来到初赛现场 两人默契十足 一上台就把前男友递死的火冒三丈 前男友很不爽 给了他们不合格 但老天有眼 另外两个评委十分喜欢 还是让两人通过了初赛 而两人的演出也在电视上播放了 几天后 当年给计划男主持总决赛的主持人找了上来 主持人时隔多年 再次见到计划男 觉得把他长大后的故事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必定能从中分一杯羹 然而主持人的出现勾起了计划男悲痛的童年回忆 他不想自己被人认出 大骂着让主持人滚蛋 事后主持人很不爽 必须要给计划男来点颜色看看 他发出当年计划男被骂造假的视频 交给了漂亮妹前男友 等到两人参加复赛时 故意在计划男面前把造假视频放上电视 计划男气不打一出来 想要暴揍对方 然而这些镜头 加上媒体的恶意剪辑 计划男瞬间变回当年那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漂亮妹努力安慰他 但还是被他气走 计划男开始变得郁郁寡欢 把自己锁在家里 连班都不去上 直到洗衣店老板上门找他 对方一番激励下 让计划男再次振作 他站在街头 思考自己一直以来的时间管理 是否真的有必要 他回想起和漂亮妹的快乐时光 自己又是否真心喜欢女神 他站在小野猫面前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摸了摸小野猫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可怕 这么多年的洁癖 在漂亮妹的帮助下 开始被慢慢抹散 不久后 计划男所处的病院 举办了病人康复演出 所有人都前来观看 等到计划男上台 他鼓起勇气 说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 情到深处 他两眼通红 痛哭着想让妈妈回来 毕竟一个八岁的孩子 要独自一人去国外生活 换作任何人 想必也会满心害怕和不舍 在现场的主持人 本想着拍点黑料 见到计划男的真情告白 也不忍心让他再次受伤 便放弃了计划男这块蛋糕 演出结束后 计划男和漂亮妹 漫步回家 中途下起了大雨 本来他连一点雨都不愿沾 但现在哪怕自己淋雨 都会为对方遮雨 漂亮妹想把手表还给他 让他做回自己 计划男也早已不需要 此时的他内心清楚 自己其实爱上了漂亮妹 他终于忍不住 向对方告白 漂亮妹听完很是感动 直接亲了上去 完了 亲嘴还是第一次 计划男又给吓倒在地 但这次他终于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爱情 看来真正爱你的人 总能去接受你的缺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计划男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